大家早上好 看 红薯 我带了一个留着午饭 外头天气 说今天会一直会下雨 感觉也像 所以尽量大家都出门 多带点衣服吧 出发了 去上班 明天老公的同事到我们家来做客 吃烧烤 我老公说打算做蘑菇酱 就是蘑菇酱汁配肉 他心学的不知道好不好吃 因为吃前都没有尝试过 这就是我们的小村 一个小镇 不大不小的小镇 但是是老的小镇 所以就一定看到尽量没关系 因此太阴 不小来 就把自己的小镇 其实是明天的以后 是不及的 没有尽量那么多 在这一点 哦哦 我这里堵出了 不能过去了 能从这儿去 快快快 红绿灯的地方在西欧 不然的话 我就可以按红绿灯了 一定要尊重交通规则 不能下来 德国这里头人还是遵守的 就按红绿灯的地方 就是有那个可以按一下 然后它会变成绿灯的地方 一定要按 没有的话 你就站在那边等 虽然很多人都会 就是开车的人会等你 但是也有个别的不法分子 就是那种 他不会等你的 他看见人过来 他咔嚓的就 踩油门过去了 所以注意安全 我这个右手边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点超市 再往前的话 有一个大的超市 那个超市是平价超市 东西会比别的地方便宜一点 但是呢 它的品种不是很多 日常生活是够的 在德国更南部 就是拜仁州啊 像慕尼黑那边的 那些小镇上的人 他们都不会去这种 就是本地人啊 那些岁数大一点的 他们都不会去这种 平价超市去买菜的 他们都喜欢去大的超市 或者像买肉之类的 他们都是去肉店去买 价格很高 但是可能他们习惯了 我呢 我们家是所有的地方都买 但是去肉店买的特别少 因为它的价格特别贵 服务是好的 肉质量是好的 但是价格高出来 比超市贵太多了 不划算 所以我们几乎不会去买 一年也就偶尔一两次吧 肉的价格相差还是挺大的 再往前面看到 右手边的时候 看到有这个蓝色的房子 那种集装箱的房子 就是为我们以后这里修地铁 他们在 就是为了以后 他们工作的地方 为修地铁造的房子 地铁的话 可能应该是在三年之内修完 但是也说不准 有可能会延长 如果更短 那是不可能的 提前完成 那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在等红绿灯 大家可以看到 等会儿 我们前面就是有一个汽车中心 卖的是大众 大众啊 还有猎豹 还有雷萨斯 还有一个麦当劳 地方是以后武藏俱全 左边那个地方就是麦当劳 然后呢这个挣钱 你看这个是麦大众的 大家看到麦大众的 还有斯科达 其实来讲德国人的话 一般他买青车的概率比较少 二走的很便宜啊 那这边的话 右手边就是一个壳牌加油站 再往前面就是壳牌加油站的对面 这边就是汉堡王 还有丰田呢 日本的丰田 以前这个地方是猎豹的 丰田 猎豹关掉了 看到没有 这里头有一个汉堡王 然后在前面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会以前经常会来吃的 就是一家快餐店 应该严格来讲就不太在店 像酒吧的那种 吃的东西不贵 但是喝的挺贵的 可能就是一些汉堡啊 披萨啊 这些东西 但是味道嘛就那样 分量少 香菇巴巴的够我这个人的分量 我这个乌鸦 这个乌鸦 乌 我们这边乌鸦特别多 像很多地方就是掉下来的 核桃啊 都被乌鸦给吃了 前面有一架飞鸡 飞鸦 飞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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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里飞鸡 飞鸡 前面就是机场 这个猫现在跟我们家特别熟 一看门就进来了 看这个猫 小猫猫 嗯 身上湿的 看这个猫 看我家 大家看一下我家这里 这个花自从到家里头来就一直掉 一直把这个花开的时候就掉下来了 看看我老公再给我煮这个德国的大饺子 德国的馄饨应该是 是我婆婆以前上次带来的 然后一直都没想着吃 然后我想喝汤嘛 他就给我煮在汤里头就好了 我坐在这里等晚饭了 结果这个猫你看他在 就坐在这干啥呢 干啥呢 在采奶呢 看到没 在这里采了 干啥呢 你就躺在这就醒了 你姐姐等会下来了 他又开始采 看 德国的馄饨 大馄饨 这么大一个 看到没有 方方的 这是我老公呢 然后呢 我先 我们先吃 我闺女等会吃她的火鸡面 因为 最近孩子嘛 每天都是五点钟 五点多 六点钟不到就上课了 就要起来了 然后呢 所以让他多睡一会儿 吃完了 还有一个 好的 看 第二个又好了 我老公又去拿 香芹去 之前的香芹还有一点点 哎呦呦 大厨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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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好看 谢谢老公 不客气 我爱你 哎呦的妈 我家这个老公嘴跟抹的密似的 看这个猫 跑到我老公腿上去了 哎呦呦呦看他干嘛呢 哎呦呦出去出去出去吧 差点自己就要勾到我们家这个门把手了 你说这猫 看这是我老公在为明天烤面包做的面团 我在 Fragen 托 他 不是 你 是 他是 有 他们 有